我们填个坑 以前有同学问我 这台明基的EW2880有显示器 如何调教色彩才能更好 我以PS5还有PC为例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现在是PS5 首先先来到这个显示器的主界面 放大一下 主要就是这个色彩模式 它有低蓝光游戏什么的很多 但是我感觉啊 这个标准是最好的 标准是最好的 确认一下 然后HDR模式 现在是关闭的 色温也是标准 高级现在什么都没有 都是默认 灰度2.2 AMA是高 RGBPC范围是自动 色彩恢复是否 然后再看亮度 亮度是50 对比度是50 锐利度是5 高级 这些都是默认值 超分辨率是0 音效自己看偏好吧 这个爱眼 我现在都给它关闭了 然后有一个护眼提醒是开的 我觉得这是挺有用的 45分钟提醒我一下该休息了 自定意见这些都没有 主要就是色彩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经常会用这个游戏键 给它改成RPG FPS 还有赛车 这样会改变它的色彩模式 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所以说色彩模式 我给它改成标准就行了 这是PS5的设置 下面说PC 在PC上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现在用的显卡是RTX2060 如果你用的是AMD的显卡 或者是Intel的显卡 或者机晨显卡 应该在显卡设置面板里面 也有类似的设置 我这是N卡 来到NVIDIA控制面板 在显示里面 有一个叫更改分辨率 这里面一个是明基的 一个是AOC的 明基用的是DP连接 AOC用的是HDMI连接 我们看明基的往下走 现在是4K的分辨率 这都没问题 但是默认情况下 这使用的是默认色彩设置 要给它手动改成 使用NVIDIA的颜色设置 为什么呢 色彩选最高32位 最关键的是这个 默认是8比特输出 我们要给它改成10比特输出 然后这位置是RGB 比下面那个4R跟444都要好 默认是RGB 输出动态范围是完全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10比特 我这两台显示器 都是支持10比特的 它这个DP是1.4的 是支持10比特的 但是HDMI2.0是不支持10比特的 我们再看这个AOC 用的是HDMI 这个色彩输出深度 还是8比特 是不能选的 但是这儿就要给它选一下 选的完全 这样显示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的显卡只有一个DP口 如果有两个DP口的话 给它们俩都可以使用10位色深 现在只能是给一个使用10位色深 这个8比特跟10比特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我估计这两台显示器都是8斗的10 都不是完整的10 因为完整的10比特价格很贵 即便是8斗10的显示器 也是有区别的 感觉10比特更透亮 更清澈 就是这个意思 其他没有什么设置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吧 我们下次见